Diagram below shows a composite solid 然后calculate the volume of the composite solid so在这一边呢 它是一个那一个Pyramid 再加一个Cylinder 再加一个Hemisphere 你只要把这三个的Volume找出来 然后加起来 就是它的那个Volume of composite solid 首先在这一边 我们知道这一个会是3 为什么这一个会是3呢 因为我知道它的Diameter是6 我的Diameter是6 所以Radius会是等于6除2也就是3 所以我知道这边是3的时候呢 这样这一边也会是3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Hemisphere嘛 它去每一个地方都是它的Radius 所以这边也是3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一个是3 然后这样这一个地方 会是16-5-3 16-5-3的话我拿到8 所以这边是8 OK 所以 呃 我的 那一个 这个是我的H 然后它的R是一样的 它的R跟这个的R都是一样 它的R是3 所以我三个的R都是R等于3 所以我的Volume for Cylinder是1 Pi OK 然后 呃 我就直接可以算它出来 OK 它这边没有告诉我它的那个 呃 Pi是多少 然后我们看一下 题目用的是 呃 22 7 然后我的Volume of 那一个 个 没有这个是Pyramid 这个是Pyramid 然后我的Volume of Cylinder是Pi R2 我的Volume of Hemisphere呢 是 那个2 3Pi R3 OK 这些Formula你都要背上来的 OK 你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呢 你这个Formula不熟你就 没有办法做了 你看 Pi R2 然后1 3Pi R2 然后2 3Pi R3 呃 2 3Pi 1 Pi OK OK 好 所以我的Piramid的R是3 然后H是5 所以1Pi 3 乘22Pi 乘以 它的R是3 然后它的H是5 这样 OK 好 然后在这一边呢 我们就可以找到了 接着 这一个是22Pi 乘3Square 然后它的Height是8 然后这个是2Pi 乘22Pi 乘3Pi 乘3Pi OK 所以我这三个给它找出来 所以我首先我就有这一个 呃 1Pi 3 然后再乘22Pi 然后再乘3Square 然后再乘5 我拿到的是330Pi 330Pi 然后旁边这个是22Pi 乘以3Square 然后再乘以8 22Pi 哎呦 OK 我22Pi 乘以3Square X 然后再乘以3Square 然后乘以8 然后1580Pi 和71580Pi 然后接着 所以我就有2Pi 3 2Pi 3x2x3x1πr3 OK所以396x7396x7 所以Volum是330x7x1584x7x396x7 分母都一样啊 所以我这一边我就直接分子加上来 330x1584x396x7x330x330cm³ OK所以答案是330cm³ 正确了